我非常生气的朋友 在座长期关心我们的环境的 晚安的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这个气候好像越来越不一样 这个今年的冬天不能那么长 其实到五月份才会有五月血 那是可怕的事 春天不见了 夏天突然就提早就来了 现在大家就觉得 一样子温度三十几度了 所以这个气候 整个地球好像不是焚烧 外烧内烧都会烧起来 那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 我们会每每个都受到很大的创伤 所以六月五号的世界环境日 越来越希望烦起所有朋友 大家共同活入我们的关系 那么在美国的华裔的一个 Steven Chu 就讲说我们总要好像是在一个铁塔尼号上 这个这么大烧的一艘船 如果突然间我们觉得不对劲 要转向给六五十年 所以我们不能再等五十年 如果这个气候上的这一天 我们不及早来恶情的话呢 不怕我们更重贵已尽 所以希望我们不管在各个教育的层面 我们要很快能够改变 个人的生活要及早来改变 那我们要跟交易局的同仁 来共同免疫的是 有很多县市已经 一个礼拜已经有一天的午餐 完全是用素食的 那我个人一个礼拜也要有午餐以上 都要素食 所以逐渐改变我们自己才能够 让我们的态势能够改善 我今天非常谢谢这么多朋友的场景的努力 我们看到很多村里长 因为场景投入所以今天获奖 我们的企业公司本田 还有我们大林科大 也这个环保的采购 得到好像是前几名的样子 所以黄副校长说他每天要立军第一名 我们是不是给黄副校长鼓励一下好不好 那我们一块努力 那么祝大家今天的营业会 大家得到好良品 那我们判断生活 希望明天我们都很愉快的 带来庆祝这样一个学习 谢谢大家 谢谢